当麻辣鲜香的火锅串串与风味醇厚的披萨结合在一起 会擦出怎样的火花 将麻辣牛肉 毛肚 鸡针 秃腰等食材放入翻滚的火锅红油中烫熟 再将食材沥干 捞出放在披萨饼上 撒上干辣椒 大蒜和芝士后 放入烤箱5分钟 这是33岁的以色列厨师阿维巴自来融入串串风味做出的串串披萨 近日 记者来到阿维巴自来在四川成都青阳区开的西餐厅 了解这位以色列厨师的川味情节 阿维巴自来告诉记者 他做厨师已经15年了 曾在法国 澳大利亚 加拿大 德国等国家工作学习 2012年 他来到中国 来到成都 之后便一直留在这里 为了帮助外人的菜 让我做好好的东西 所以我没有选择上海 或北京 因为他们已经有很多 而且这里 人们非常好 我喜欢吃很多东西 所以我也想帮他们一些东西 这是为了做传传的披萨 2014年阿维巴自来与西安女子任庆相识 随后两人结婚组建家庭 2018年他们在成都开启了西餐厅 店里除了披萨外还供应以色列美食 就是现在很多客人来 就是他会点一个那种就是很传统的以色列菜 然后他都没有吃披萨 他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所以说我们觉得成都人真的是一个很多元化的城市 而且也相当包容 愿意接受新鲜的事物和食物 阿维巴自来虽然是一个外国人 但他特别喜欢吃辣 也特别能吃辣 甚至一周会和妻子吃上三到四次串串 而串串披萨的想法也是在吃串串的时候产生的 在一晚 我认为为什么我们不混合这个串串串串 就是互相合一样 我们开了一个新的地方 和披萨店 我认为地区人们可以爱它 因为他们喜欢披萨店 他们喜欢披萨店 它很辣 但不太辣 不太油 非常好 在夜晚吃 和一些饭 我认为地区人们会支持2001 Pizza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